近年來在西非的地區 15個國家有4個國家 包括馬里 布基 納法索 基萊亞和尼日爾 都發生了政變 計算最近 7月西非尼日爾 爆發了官事政變之後 現在 中非嘉逢在8月30日 剛剛競選連任成功的嘉逢總統 邦哥 被軍人軟禁了 軍人在電視上宣佈 發動政變 成立過度性的政府 大家可能互相照抄 現在中非國家也加入了 以前在西非是多的 中非國家很少政變 現在中非的國家也發生了政變 這本來是對中部非洲地區 有一個特殊的警報 因為 在過去地區多數的當權者 都沒有受政權的威脅或影響 這些顛覆事件 在中非洲是很少的 總體來說 根據分析 由2020年 由非洲發生過所有政變 都是標誌著過去30年 非洲大陸的政治格局似乎 近來出現了變化 政變的頻率越來越多 範圍越來越廣 政變本來在非洲聯盟的法律來說 原來被視為相當嚴重的 罪行 曾經大家都認為 這種政變的方式 在非洲 奪權的方式 已經是過時了 沒有人再會用 但是除了近幾年 發生的事件 現在新一代的政變 正正在非洲出現 這些政變者 這些搞政變的軍人 他們是無事 或者是不害怕 做政變的一種行為 是受到制裁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他們的行動是竟然 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的 很多當地人是支持政變的 這些人是對當地民選出來的 民官制度的當局 是相當失望的 這些國家的民眾認為 所謂現在 他們 跟西方也好 或者跟以前殖民地的政府 搞民選政府 搞出來的民官 政府當局 是沒有辦法 對這些非洲民眾 符合他們的期望 他們的訴求 他們這些訴求 是沒有得到 民官當局的政府 恰當的反應 雖然當然有幾個不同的政變 西非包括現在中非的家縫 他們政變背後的具體動機 和特點當然有不同 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 當地的民眾 對當地的民職的政府 或者民選的政府 這些政治精英 普遍存在 是不信任的 他們是不信任的 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 這些普通的非洲民眾對所謂 在非洲推行的 民主化的進程 是感到失望的 搞了幾十年 都搞不好 那麼民眾開始有 反彈和失望 這一點特別 在非洲的年輕人身上 看得到 他們說在過去的30年 他們看到在非洲所謂的民主法進程 是帶來什麼 只不過是看到不斷發生的政治衝突 選舉的舞弊 選舉前後的爭端 以及當權了 當權的人 當權的政治精英 對法律的操縱 今天 非洲的年輕人對軍事政變 竟然我們看到是拍手清快的 他們是支持的 這些年輕人就把這些政變 視作為化解一些 怨恨的一種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發洩他們不滿的一種方式 政治精英本身在非洲不遵守既定的規則 年輕人就受困了沒有辦法兌現的所謂的民主承諾 而折射 出現了近來有這些政變 出現了 一連串的動盪現在就貫穿了整個 非洲的大陸 另外就是非洲北部薩克勒地區 以及現在西非 正正是 非洲動盪的中心 這裏也正正 是 向歐洲 非法移民人數最多的地區 要是在 薩克勒地區 要是在西非 這些地區是最多的非法移民 去歐洲 在7月26日發生的離日以政變 開始 一直引起了 歐洲很多人的關注 以前非洲是一個平靜的地方 開始好像不聽話 隆隆逐續 越來越多的政變 也擺不平 西共體也擺不平的利益情況 開始 歐洲人會有些擔心 突然之間 推翻非洲多國政府的骨牌效應 令人覺得不安 尤其是歐洲人 為什麼 這些倒台的政府 大多數都是歐洲的朋友 他們紛紛被現在 一些軍事政權所取代 本來是 親歐洲的政權 以前是 比較接近殖民地 的政權 當權的民選政府 現在開始被軍事政權所取代 宣告了歐洲在這些非洲地區 發起的所謂治理合作計劃 當然他們已經不是 獨立了 不是殖民地 但是歐洲人 比如說法國在這些地區影響力 還很大 在經濟上甚至在政治上影響力 也是很大 實際上是一個共治的合作計劃 但是現在這些不斷的政變 打破了這個神話 宣告了歐洲在這個地區 一些所謂 共治的合作計劃 正在失敗之中 歐洲的戰略 苦心自問來說 他們是不是真的 為了想治理好這些非洲國家 就未必是 歐洲的戰略只不過是為了延續 他們在前殖民地國家 控制 所保持著一些政治或者經濟的影響力 現在他們通過是怎麼做呢 譬如說現在不是殖民地 歐洲比如說法國 他們只不過是通過 支持 現在的專制政府 是繼續掠奪 那些非洲國家的財富 繼續控制著這些重要的資源 和擴產的供應 對於歐洲 來說 其實他們的人 非洲人的生活是怎樣 制度是怎樣 有沒有改善 其實他們不是那麼關心 最重要的是他們就是支持本國政府 繼續 保障他們自己 掠奪 該國 資源 擴產 的能力 繼續 施展他們的影響力 保證這些擴產的供應 這個是他們 歐洲來的目的 加逢的情況就是這樣 針對總統 現在 邦哥的 政變暴露了 差不多半世紀以來 當地人民 對這個國家的統治是很不滿的 只不過 近來 是爆發了出來 以前就算歐洲的利益在那裏 都不是為了當地人民 主要老實說都是針對自己的利益 我們看看 在個別發生政變的國家 特別是法國 在非洲的利益是很大的 法國的後殖民的影響力 現在正正是受到挑戰 我們看到 例如在黎日爾 法國的大使是被驅逐 法國的駐軍、軍事的存在 亦受到威脅和挑戰 法國在那些地方仍然有駐軍 但是現在開始 就會被驅逐 法國宣稱 我在非洲的軍事存在 目的不是想霸佔你的地方 我實際上是想打擊當地的恐怖主義 只是這樣說 但是普遍都認為 其實這些法國駐軍的目的 都是傾向於優先 維護法國的企業在當地的利益 甚至是維護法國的國家的利益 老實說 法國的駐軍 難道只是幫助 主要的目的 在那裏駐軍就是幫助你打 打擊恐怖主義 我似乎這樣想就太天真了 因此經過那麼長時間 非洲國家開始有這種感覺 馬利和布基納法索 這些國家在經歷 法國、巴黎長期的軍事存在 和干涉之後 現在開始公開 選擇 拒絕法國的援助 和他們劃清界線 好 接下來就是 下一個話題 就是美國前的眾議院院長 現在說美國 民主黨的一位議員佩洛西 很出名 他在9月8日宣佈 他將在2024年 參加美國國會的 議員的選舉 競選連任舊金山市選區 的眾議院的職位 的職位 今年83歲的佩洛西 自從1987年就已經開始擔任眾議院的議員 87年 很久了 在2007和2019年 是兩度 成為眾議院的議長 很資深的 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 女性的眾議院的議長 佩洛西在去年國會選舉之後 他宣佈 不再擔任 眾議院民主黨的領袖 但他仍然 留任 做眾議院的議員 雖然他已經不再是民主黨 的領袖 但是佩洛西 在黨內 仍然受到很大的影響力 而且他特別強的地方 就是他籌款很厲害的 這個也是幫助其他民主黨的同僚 可以幫助他們賺到錢 這個在政界大家都知道 他的集資能力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 除了佩洛西作為一個代表之外 我們看到美國政界的高齡問題 就成為很多方的關注 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 現在已經81歲的 美國總統拜登 要尋求連任的時候 一直都是 那些人覺得他 會不會年紀太大 成為一個質疑點 因為他已經是美國歷史上 年紀最大的總統 但是如果假如他這次 再去競選連任 再當選的話 在第2個4年任期結束的時候 他竟然 將會是86歲 此前我們看到 90歲的 民主黨一位參議員 叫做范斯坦 他的健康和精神能力 受到質疑 他最近被診斷出 患了有 大狀拋塵 即是生蛇 之後他就缺席了參議院的活動 幾個月都沒有參與 一位90歲的民主黨參議員 另外一位 大家經常都看到 在電視上 81歲的美國參議院 共和黨的領袖 麥康內爾 他的健康狀況 有很多人關注 大家看電視也看到 親眼看到他 在過去幾個月的時間 有多次 在公開場合 的場合 譬如發言 或者 即是僵住了 站住 沒有了反應 好像 動不了 這個情況 值得 大家都 經常看到 關注 對他的健康狀況 是非常 擔憂的 跟著美國 民調的機構統計 原來現在 有很多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是70多歲的 而在美國的參議院的年齡的中位數 是65.3歲 這是有史以來年紀最大的 而美國人現在整體的年齡的中位數 是38.8歲 即是一般的 美國人的中位數 是39歲左右 但是他的參議員的中位數的年紀 是65歲的 根據國際議會聯盟的數據顯示 現在 美國參議院 64歲的平均年齡 在所有 他們統計在國際議會裡面 的排名是第七的 這個年紀是大了一些 年齡 老化很嚴重的國家 比如 美國的參議院 年齡的平均數 是高過日本 高過意大利 以及希力 這些國家 屬於是偏高 大家應該在關注 沒有美國的政界 包括參議院 眾議院 甚至總統政府裡面 年齡的人 是不是 太大了 大家好 石桌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桌台 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 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我慢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也可以在 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 3181 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 石桌台 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桌台 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 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桌台 希望你們都 支持巴士力部 訂閱石桌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